南坎西周边景观优美 也是许多骑脚踏车的民众首选 市府水务局特别在河岸设置了雨遮薄膜 同时也设置了自行车的引道 让民众在使用上更加便利 南坎西河岸可以欣赏水岸风光 是民众骑自行车的好去处 桃园区示范河段在近期新增的雨遮薄膜 提供骑士休息地点 同时也让当地民众办活动更加便利 音乐广场本身来讲 这个地方厂厂以前都在办很多活动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天后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说我们水务局也相当用心 在土地公庙的一个福林土地公这个广场前面 特别来做一个音乐广场 可以让很多我们这个市民来这边做修器的一个 休息站 雨遮薄膜可以提供一个风雨无阻的活动地点 流线的外形可以让雨水顺的顶部排出 也可以有效的遮阳 目前在桃园市是第一座的雨遮薄膜 我们这个薄膜棚是我们目前桃园地区 以面积来讲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薄膜棚 它完工之后可以提供民众休闲使用 包括自行车骑士 骑过经过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及停留 水务局表示 目前正在施作南海西全段流域整治 并且计划将自行车道的断点整合 未来自行车将可以一路从桃园骑到大圆 提供民众更方便的运动空间 好 我先喜欢炎昊轩桃园草毛岛